妹妹总说我偷了她的荣华富贵 要是当初辍学进娱乐圈的是我 现在你的影后光环也该是我的 我每次都一笑而过 直到我们双双重生在了做选择的那天 这次妹妹选了辍学让我去读书 我低头冷笑 她以为娱乐圈是那么好闯的 一身为国际影后 我身边的保镖助理一大堆 全身上下随便一件单体的价格都是六位数 而追我的男人上到顶级富豪 下到流量小生 都为在我身边大献殷勤 只为讨我多看他们一眼 这些全都让我的妹妹楚潇极度到发狂 每次我过年回家 楚潇总是用那种委屈又怨恨的眼神盯着我 楚然 你说当年如果辍学闯荡娱乐圈的人是我 而你去读书 现在的国际影后会不会就是我了呢 见我没搭话 她自顾自的继续道 我肯定会爬得比你更高 因为当年我可比你漂亮多了 楚潇心里不甘 当年她选了读书 高考却只上了个二本 现在在公司做着文员都二十九了 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万块 而我当年明明样样都不如她 却因为做了正确的选择 进了娱乐圈 拍的戏步步爆火 资源不断 硬是被捧成了影后 现在三十岁的我定期做保养 看上去像个二十岁的小姑娘 而二十九岁的她却已经满脸疲态 楚潇越说越激动 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无法自拔 而我实在是疲累 靠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忽然一声巨响 煤气罐突然炸开 我的头部一下子被铁片击中 剧痛之下瞬间失去意识 嗯 然然 萧萧 咱们家这个情况实在是 供不起你们俩读书了 妈妈抹着眼泪 怀里还抱着爸爸的骨灰 你爸走了 欠了一大堆债 妈工资又没多少 你俩 你俩看看 谁辍学补贴家里吧 妈对不起你们 妈妈还没说完 楚潇就急忙站了出来 妈 我辍学 昨天我和姐姐上街碰到星探 说想签我们姐妹俩 现在家里这个情况我不能不管 让姐姐去读书吧 我进娱乐圈试试 妈妈长叹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而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我这是和楚潇重生了 还重生在了做人生选择那天 我现在17岁 还在上高二 楚潇16岁 上高一 家里拓产 爸爸跳楼 留下一堆烂摊子 妈妈一个人承担不起 让我和楚潇辍学一个 去打工补贴家用 上辈子 我主动站了出来 放弃了自己 一直全校第一的好成绩 签了那家经纪公司 赚钱供楚潇读书 一路摸爬滚打成了影后 而现在 楚潇看到了我未来的光鲜 迫不及待的想要接管我的人生 我欣然同意 甚至还有点迫不及待 他以为娱乐圈是那么好闯的吗 我那一路的上位 经历了多少心中血雨 稍有不慎 则会万劫不复 他都不知道 我有多羡慕他纯粹干净的校园生活 三 第二天 我继续上学 而楚潇则要去那家九哥传媒报道 我翻开书本 17岁的知识库都存在我的脑子里 那些题我全都会 那些知识点我都熟烂一心 太好了 这种感觉太好了 我坐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 和同学们谈笑风生 用笔墨尽情填补着上辈子未完的遗憾 不用早早笼装艳抹 在形形色色的九局应酬上消耗青春 被那些年纪可以当我爸的男人当乐子调笑 就为了一个出镜的机会 只能强言欢笑 放学 我哼着搁回到家里 一眼就看到了沙发上妆容精致的储销 还有他旁边的行李 妈妈和上辈子一样 作为监护人在合同上签了字 经纪人收了合同 给妈妈赚了预付金 然后眼角一贴储销 眼里都是算计 妈妈想到我自己有奖学金 又把预付金全都给了储销 让他在外好好照顾自己 看到我过来 储销一脸得意 姐姐 这破天的富贵也轮到我了 你就算想和我抢也来不及了 我已经和九哥正式签约 要住进公司安排的公寓 接下来会跑通告 你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我淡淡说了句 恭喜你得偿所愿 储销不满意我的反应 站起身 凑到我耳边挑衅般抛了一句 这次 荣华富贵 领后光环 你的追求者和粉丝 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了 储然 我们终于可以交换人生了 说吧 储销高昂着头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眼里没有一丝留恋 我眼底一片冷漠 储销还不知道 他签的其实是一份 几乎要毁掉他的霸王合同 四 九哥传媒的预付金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如果一年内挣不到指定数目 储销将要十倍赔偿给公司 上辈子 经纪人告诉我 不管我用什么办法 都必须成团 向公司证明我的价值 不然就付违约金滚蛋 要知道 这些过关斩将的选手背后 要么有金主 要么就是富二代 对手是这样一群人 我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炮 要用很厚的粉才能盖住 这个时候 经纪人又好心的给我指了一条路 他把我送到了 节目最大的赞助商 周总的饭局上 经纪人凑到我耳边 声音暧昧又轻跳 突然 周总就喜欢你这样清纯的女孩 你只要让周总满意 别说区区一个选秀 就算把你捧上一线 都有可能 那天 我在饭局上忍着恶心应酬 趁机偷拍下了周总 猥亵女演员的视频 然后砸了酒瓶子 我用多理碎片 抵着自己的大动脉 另一只手按在手机上 像头很利的母豹子 和他们对峙 我用自己的命做赌 赌赢了 周总不怒反笑 笑我出声牛 独不怕虎 笑我不自量力 他大手一挥 给了我想要的机会 像是逗趣一样 兴致勃勃的 想看我摔的有多惨 没想到我抓住那个机会 一举冲进了女团 并且有了我第一个 火遍全国的舞台秀 现在 这一切都落到了 楚潇的头上 我很期待楚潇的表现 五 半年时间 楚潇一点消息都没有 看来他如我上辈子一般 被短暂血藏了 而我拿下了 期中考试的第一名 环抱了省赛 直到全网开始 铺天盖地的宣传 《极创舞女团》 这个选秀节目 我在选手里面 意料之中的看到了楚潇 他眼里的光明灵灭灭 脸上是清纯甜美的笑容 眼底是蓬勃而发的野心 第一轮个人 搜了舞台试水 楚潇的分数垫底 我估算着 经纪人这时候 该上去安排周总的饭局了 便给楚潇打了电话 第一遍 没接 第二遍 第三遍 直到第八遍的时候 楚潇才接了起来 楚潇 你听我说 那个饭局不要 我还没说完 就被楚潇不耐烦地打断了 楚然 你烦不烦 不就是饭局吗 我一辈子都富贵了 都轮到我了 你怎么还要插手 以后管好你自己就行 我的事不用你管 说吧 只听啪的一声 电话被楚潇挂断了 我叹了口气 算了 尊重他人命运 放下救助情节 六 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 省赛的准备中 没有多余的精力 关注极创舞女团 妈妈直接给我办了助校 偶尔听到班里同学的讨论 我才知道 楚潇在solo舞台失利后 无有神助一般 从第二期节目冲到了前三 最后稳稳出道 还是C位 他看上去比我上辈子 还要光鲜许多 我考完省赛 从考场出来 第一时间打开手机 搜索楚潇的消息 媒体的关注 给了楚潇短期内大量曝光 很快有人拍到 楚潇和周总前后脚 共进同一家酒店 节目组立刻出来澄清 说是极创女团有通告 当晚都在那个酒店排练 极创女团成员 也纷纷站了出来 力挺楚潇 一时间风波又被压了下去 而我看着这一切 心里暗暗惋惜 我知道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这样依附周总的处销 靠走捷径 得到一时的风光无限 但却是完全没有办法 承受即将到来的 第二个考验 极创女团全国巡演后 将有机会竞演 王岛电视剧的女二号 王岛最讨厌走后门的人 而且她和周总 是出了名的不对付 当年我成团出道后 周总公然在媒体面前 说不看好我 紧接着 极创节目组也纷纷下场 这次我 连带着其他极创团员 也迷离按理说我坏话 我刚通过舞台秀 积累的人员又跌了下去 这时候 王岛新戏的机会 对我来说 就像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通宵研读剧本 又去横店 看其他人拍戏学习经验 把自己完全带入角色 才在王岛面试女二号的时候 跟她眼前一亮 脱颖而出 而楚潇 能抓住这次机会吗 其 极创舞女团巡演结束 就公开表示 即将进演王岛新戏 枯木逢春 在镜头面前 楚潇满脸春风得意 她一撩绣发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女二号 不 我竟演的可是女主角西兰 我看过剧本了 西兰那种坚韧不拔 在逆境中开出花来的形象 简直和我太贴切了 这剧本简直就像是 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样 王岛一向有眼光 肯定会选我 记者大概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真诚不做作的女明星 嘴角明显抽了抽 那你觉得你有演戏的天赋吗 楚潇眼角一挑 扭捏一笑 嗯 怎么没有呢 这采访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为记者的经验精神点个赞 没过几天 热搜上就挂出一个词条 警号报 王岛说 楚潇演的太恶心了 警号 我没心一跳 点进了词条 楚潇今演的视频片段跳了出来 这个片段是讲 女主妻儿主动从地窖里跳出来 吸引仇人的注意力 让地窖里的女二号妹妹 能够躲过一劫的场景 楚潇饰演的妻儿跳出来时 不仅没有一丝丝的视死如归 反而显得十分迫不及待 就好像已经预知到 被仇人抓走后未来的奇遇了 甚至那句台词 你这种歹人不得好死 说的十分软绵绵的 像是有几分撒娇的味道 王岛当场大怒 直接大骂了一句恶心 就让楚潇滚蛋 热搜一出 楚潇还委屈的发表言论 如果妻儿不跳出来 那仇人抓走的就是妹妹了 那之后的奇遇都是妹妹的 最后做上皇后之类的也是妹妹 还有妻儿什么事 所以要我看 妻儿就是抢了妹妹的人生 有什么好悲伤的 她只不过是做出了 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真正的妻儿就是自私的 我才是演得准确的 不知道王岛为什么这么说我 王岛被她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 直接发了一条微博公开对她 楚潇也许唱歌跳舞行 但是她绝不适合当演员 一个好演员需要的理解力 人品 她全都没有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什么人都能来演戏了 王岛在影视圈的地位举足轻重 此话一出 算是狠狠毒死了楚潇的演戏之路 不知王岛是不是被楚潇那天的表现 刺激到了 在进演一轮之后 王岛摇头叹了一句 现在的演员太浮躁 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然后进行了全国寻找女主角的海选 看到海选通知的那天 我刚好要去参加省赛的决赛 恰好决赛的场地和海选的地方 就五百里得到 想了想 我报了名 上辈子 我演的女二号表面温柔 背地里自私狠毒 引得全网怒骂 让我黑红了一把 所有人都说我演得很成功 可没人知道 我其实爱死了女主妻兰这个角色 我从妻兰身上看到了自己 演女二号 我需要揣摩剧本 打磨演技 可是妻兰却不用 我根本不需要演 因为那就是我自己 我太能共情妻兰 跳出来保护家人的那刻 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那种牺牲 那种成全 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剧本里面 妻兰和妹妹团聚后 妹妹的第一反应 不是替姐姐高兴过的好 而是感叹皇宫的华丽 然后带着算意的说 姐姐 要是可以 我更希望 当初跳出来的是我 那一刻的心寒 再到最后的心思 对妹妹彻底失去希望 我深刻共鸣 所以这次 不是被生活所迫 而是为了 人自己的一个遗憾 我抱了欺然的海选 爸 出了省赛考场 周围同学大多爱声叹气 粘头大脑 有几个人想对答案 直接背对了回去 对答案的前提是 先算出一个答案 题目我们都看不懂 哪来的答案 就是 那提示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倒要看看 哪讲的都长了几个脑袋 算了算了 考都考完了 还对答案干什么 分数自由老师去判 咱们好好玩玩吧 听说附近有个女主角的海选 挺多明星来的 咱们去凑凑热闹吧 我点了点头 我刚好要去那里面试 正好顺路 一起吧 咦 要去面试女主角 同学们下巴都要掉在地上 有人立刻酸溜溜的说道 不是我打击你 除了 你虽然长得漂亮那么一点 可顶多算个斑花级别 还想去演女主角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我耸了耸肩膀 反正试试呗 我又没什么损失 就当去完了 我看着这群人脸上 一副看笑话的样子 想来也是不愿意跟我同行 便一个人背起书包走了 等我赶到的时候 距离面试开始 还有半小时 助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然后嫌弃道 你怎么没化妆啊 还是个高中生 话音一落 整个等候见里的人 齐刷刷全看向我 大多是轻裂和鄙夷 只有一个姑娘 递上了自己的随身小装包 我向她投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然后在众人惊呆了的目光中 用一分钟的时间换了个头 上辈子 对于经常需要赶场的我来说 秒化妆就是个基本功 助理登记好我的名字后 给了我一张纸 上面是我要表演的内容 不同于明星面试 素人面试是看不到剧本大纲的 只会抽取一个小片段 我们这批抽到的片段 刚好和楚笑那场是同一个 168号 楚然 我立刻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着装 推开了面试间的门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王导 他依旧是那副老样子 外表是个不修蝙蝠的小老头 眼睛是成澈的惊人 因为成澈 所以显得异常的亮 他是我上辈子的贵人 带我入影视圈 用一部又一部的剧 把我送上事后的宝座 又给我介绍了电影界的大佬 助我冲击奥斯卡 那时我和王导之间的流言蜚语 漫天乱飞 有人说他是包养我的金主 还有人说我是他的私生女 知己二字 他们不懂 他们也不信 直到王导在镜头面前摔了酒瓶子 指着地上的碎片 笑着对那些造谣的媒体说 吃下去 属于我的那些所谓 黑料一夜之间全美了 最后那影后皇冠上 最闪亮的明珠 我是摘下来想送给他的 可他那时进了RCU 我拿影后那天 刚好是他的断气日 我只能把明珠 放在了他的遗物里 捧他一同下葬 王导宴气那天 手机屏幕上 是我的影后颁奖礼 他们说 王导走的那天 是笑着的 酒 王导这小老头的脸 埋在一大资料后面 抬起眼皮瞟了我一眼 眉头挤成的穿字 楚然 你这张脸 你和楚潇是什么关系 毕竟是一个妈生的 我和楚潇在长相上 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被敏锐的王导认出来 也不奇怪 我是楚潇的姐姐 我坦然答道 王导择了一声 联想到了什么不好的经历 做了个干呕的动作 然后摆了摆手 开始吧 我收回嘴角的笑意 瞬间把自己带入到 哭怒逢春里的妻儿身上 几乎是瞬间 我眼里就饮满了泪水 王导眼睛一亮 在仇人朝着我们 藏身的地窖走来时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 而是满脸纠结的 看着怀里的妹妹 每个人骨子里 都有利己的一面 平民百姓做出牺牲前 必定是各种纠结在心里 经过百转千回的 既然而又不是圣母 在亲情和自己的命之间 必定也同我一样挣扎过 最终 我狠狠抹干净脸上的泪 敲晕了怀里挣扎的妹妹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她 然后头也不回地钻出了地窖 在看清仇人脸的那一刹那 我捂着胸口 身体不住颤抖 握在手里的石块 也在慌张中掉落在地上 在仇人靠近我时 我极力压抑着恐惧和无助 从胸腔爆发出汹涌的恨意 我身子一偏 倒在地上 刚好压住地窖的盖子 指甲深深嵌入手心里 你这种歹人不得好死 这一句话 几乎用光了我所有的力气 我虚脱的贪婉在地上 等着导演喊咖 寂静无声 王导的头 已经完全从剧本中抬了起来 场上所有人都投入了我的戏里 久久无法自拔 半仇人的演员忍不住了 刚大开口道 道导演 他演完了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一般 让所有人脱离出戏 七 欺然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欺然 王导蹭了一下站起了身 直接把桌子上的剧本 全甩到了我怀里 处什么人是吧 你收拾收拾赶紧进组 快 我等不及看到我的欺然活过来了 让大家好好看看 欺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副导演嫩嫩出声 那后面的人还面吗 处然确实很有灵气 但是后面的面试者 里有投资方塞进来的人 王导 您看着 王导任性跳脚 什么妖魔鬼怪 都敢往我的剧组塞 不面了 就定处然了 他们爱投不投 不投老子自己出钱拍 我抱着厚厚的一打剧本 跟着助理走出去签合同 一路经过 所有人都看呆了 助理满脸对笑 处老师 能当王导的女主角 你以后前途不可估量 之前是我眼神不好使 您不化妆也很好看的 别和我一般见识哈 我淡然一笑 并不在意她的态度 上辈子 我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 人情冷暖 全场了个变 前一秒和你言笑奄奄 下一秒就戳过来 冷刀子的人 不见得太多了 这么个小插曲 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这助理在晚说 一会我都要忘了 刚走出大楼 在外面看热闹的同学 就围了上来 楚然 你怎么眼睛红红的 是被王导下哭的吗 就他 肯定被吓的话都说不全 平时学校表演的节目 都不参加 都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 要来自取其辱 就是 楚然要能选上 我就直播吃翔 一群人叽叽喳喳的没完 根本不给我开口说话的机会 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空子 想说话 刚一开口 身后的助理 就满脸馋媚的追了上来 楚老师 您的合同忘拿了 同学们立刻进了声 表情逐渐僵硬 惊得目瞪口呆 我接过合同 道了声谢 助理联盟摆手 哪里哪里 之后禁组了 还要楚老师多多关照呢 禁组 同学们一口同声惊讶道 那个说直播吃翔的同学 冷汗直冒 丢下一句 我妈还回家吃饭就溜了 十 王导在自己的工作室官号上 发了条微博 已经寻找到心目中的欺然 是谁我不说 请大家期待我们的空目逢春 我妈知道后 怕小心眼的储销 因为这是跟我闹翻 便也帮我瞒得储销 班主任签了保密协议 嘱咐全班 不要走漏风声 一切都很顺利 三件时候 跑去拍戏 不是耽误孩子学习吗 不许去 我不给批这个条子 我看谁敢让他去 要是他自己硬要去 我就不认这个学生 客人老师们围着校长 看向他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 无理取闹的孩子 纷纷笑而不语 校长说得拖沫心子乱飞 等到说累了 才终于反应过来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你们 您说完了吗 班主任微笑道 那该我说了 楚然同学拿省赛的金奖 保送了 校长的脸色 有白转红 再有红转子 因为过于激动 他脖子上的血管脉络 清晰可见 校长扶着自己的啤酒肚 激动的蹬着小短腿 原地蹦跋了好几下 最后大吼一句 拍拍拍 咱们这群当老师的 要全力支持 楚然同学的兴趣爱好 十一 我禁组三个月 昼夜不分 黑白颠倒 一边喝着咖啡提神 一边狂塞枸杞养生 终于拍完了枯木冯春 刚一出组 我就接到了楚潇打来的电话 姐姐 你来九哥 我们见一面吧 我想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再三思考之后 还是选择卖进了九哥的大门 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 上辈子我在这里 挣扎了足足五年 人生本该最美好的五年 九哥玩的一首好破 打压我 又时不时的 给我一些所谓的机会 在看到我因空木冯春爆火后 更是抓着我的卖身器不放 最后还是王导出面 帮我付了巨额违约金 我才终于脱离九哥 我按照信息 找到楚潇的房间 刚一进去就看到 楚潇坐在客厅里 身边依旧跟着 那个九哥安排的经纪人 只是这次 楚潇脸上的光彩不在 讨好一般依偎在经纪人身上 阮宇求着经纪人 再给他安排些通告 经纪人捏着他的下巴 手指肆无忌惮的 在他脸上摸来摸去 最后一把甩开了楚潇 他冷笑一声 你被周总玩腻了 又得罪了王导 你还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 我 我能唱歌跳舞 能上综艺 只要能火 能出镜 我什么都能干 和一声打断了这奇怪的气氛 经纪人看向我 迅速站起身 楚潇脸色一变 从地上爬起来 整理了一下头发 挺着胸徒 努力做出骄傲的样子 找我什么事 我面无表情道 王导说的那个女主角 是不是就是你 楚潇大步走到我面前 尖锐的指甲 几乎要戳到我眼睛上 突然 你老是读书不行吗 为什么还要横插一脚 王导对我意见这么大 是不是你在其中说了什么 我皱了皱眉 真的很讨厌 他这种质问的语气 他真是对他自己 这副惹人厌烦的样子 一无所知 如果你要说这个 那我走了 经纪人立刻给楚潇 使了个很利的眼神 楚潇咬牙拉住了我 声音软了下来 姐姐 是我不好 我太不懂事了 姐姐 你别急着走 我这次找你来 是有好事要告诉你 我停住脚步 饶有兴致的转过身 想听听他所谓的好事是什么 楚潇深吸一口气 像是受了莫大委屈的样子 强颜欢笑道 姐姐 你拍了王岛的戏 也算是半个艺人了 九哥想签你 到时候我们姐妹俩 用同一个经纪人 一起在娱乐圈发展 也能互相照应 一起赚大钱 多好啊 经纪人试试茶话 合同都你好了 九哥这边已经盖好张了 就等你签字了 你的分红比储销高出一倍 楚然 这样的机会不多 年轻人要懂得 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拿起桌子上的合同 随意翻了翻 忍不住吃笑出声 十年内不可接公司 安排以外的任何通告 所有产出 包括但不限于歌曲 影视作品 综艺等 影历及解释权 接归公司所有 签约期间 不可换经纪人 九哥的合同依旧这么朴实 人装都懒得装一下 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我当着楚潇的面 把那份合同撕了 经纪人的脸色黑的低沫 楚潇急忙按住我的手 楚然 你就把这合同签了吧 你就当报恩了 要不是我选择辍学补贴家里 你现在哪还能享受校园时光 你就当 我皱眉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我自己的竞赛奖金 和学校奖学金来的 我从没花过你一分钱 这辈子 妈妈把楚潇的所有预付款 都还给了他 楚潇打着为家里牺牲的旗号 其实家里并没有享受到 他的半分好处 而上辈子 楚潇成绩不好 没有奖学金 所以妈妈把我的所有钱 都用在了楚潇身上 而我那时 就揣着剩下的500块钱 一个人卖进了九哥的大门 靠着帮艺人们跑腿 去横店当群演 硬是挺过了 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楚潇的开局 可比上辈子的我幸福多了 这么算起来 是上辈子 我给了楚潇大恩 而这辈子 楚潇却只想托我进泥潭 我定定的看着楚潇 眼里渗出寒意 楚潇 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妹妹 你不用拿姐妹情绑架我 你知道的 咱们俩这辈子 不可能有姐妹情了 说吧 我头也不回的 走出了九哥的大门 这个地方 我这辈子 不会再来第二次 12 库姆逢春开播 我饰演的七二大豹 连带着网友 也扒出了我的高中生身份 一片夸赞中 突然出现了很多 不合时宜的恶评 年纪这么小 就开始拍戏了 野心不小啊 你懂什么 一看就是成绩不好的孩子 进演一圈 也是一条出路啊 就是 他还是在高三拍的这部剧 这是本来就没心思高考吧 一言出百家英 明显就是有人买水军黑我了 就在我被黑上热搜的时候 学校直接晒出了 我的省赛金奖 同时清北两校站了出来 纷纷表示 要给我保送名额 于是一夜之间 不良高中生就变成了学神天才 我的粉丝数大涨 有些神通广大的粉丝 挖出来那些水军 都来自九哥传媒 于是 曾经跟风攻击我的声音 又都刺向了九哥 半个娱乐圈透明的九哥 因为这场风波 反而黑红了一把 可谁都没想到 九哥不仅没有公关 反而借着这阵子流量 正式宣布 旗下一人将参加国外的艳舞秀 那晒出的大尺度艺人照片 不是楚潇还能是谁 网友的劣气心理 促使这波反向公关 推向了高潮 没过一夜 楚潇那些黑料 全被挖出来不说 又有网友挖到 我和楚潇居然是姐妹关系 网上众说纷纭 猜测着背后的爱恨情仇 一时间 我的粉丝量又一步狂盛 因为长得太快了 还有人猜测我生日买粉了 我事实发表声明 表示我不会进入娱乐圈 将在北大医学系 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谢谢大家的厚爱 能是演契然已经圆梦 接下来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就自己想救的人 命运的齿轮飞速旋转 楚潇选了我上辈子的路 可是他越走越偏 而他气如必喜的学业 反而被我打成了王炸 楚潇去国外表演演舞秀的那天 刚好是我去北大的开学典礼 那天楚潇的艳照满天飞 许多在场者 纷纷意犹未尽的 在网上描述当时的艳舞画面 男人们肆意在楚潇的账号下 发表颜色评论 楚潇用人格尊严 终于换来了他想要的爆火 楚潇想要紧约 又被九哥用霸王条款威胁 他终于算是彻底体会到了 我上辈子的苦 楚潇来找过我一次 满脸疲惫的问了我一个尖锐的问题 楚然 你上辈子能爬到那个位置 到底和多少人睡过 一个都没有 怎么可能 楚潇捂着头 声音高了好几度 显得尖利刺耳 我平淡的说着 语气没有一丝丝波动 从一开始周总的饭局上 我就守住了底线 后面的一个又一个 每次动摇的时候我都会想 这么长这么难走的路 我都停过来了 如果现在放弃 那我之前的坚持算什么呢 这样想着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最后 楚潇眼里隐隐出泪花 似有悔意 亦或是不甘心 他扭头走了 再没说一个字 再得到楚潇的消息 是半年后了 他为了脱离九哥 被一个老总进屋藏郊 退圈当个网红 能滋润度日 却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总归 这样的生活 与他当初想象的影后大相径庭 他尝到了我的苦 但醒悟的太迟了 13 我从北大直博 一路攻下了医学博士 又去国外进修 学成回国 在北协医当一名主治医生 这些年 我一直和王导保持联系 这小老头脾气实在是太爆了 两句话动不动 就因为我没进演艺圈 和我吵起来 要我说啊 你现在要是继续在演艺圈发展 哪个影后都绰绰有余 做什么医生 你不懂 我是为了救死扶伤 我在电话这头声音发颤 我小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的恩师的肿瘤了 我就想 要是我是医生就好了 我就能早点发现 帮他治好 小老头在电话那头不以为然 一个梦罢了 你还当真了 多多大人了还这么蠢 我摇头 老头 我想找你去救了 要不你来我们医院 做个全身检查吧 小老头说了声切 就挂断了电话 隔天就割了剧组 出现在了我医院 我硬按着他 做了全身检查 肿瘤是良性的 我松了口气 戴上了我的白手套 这次 我终于能救他了 全能完